啊開始了 那種人生又好了嗎 為什麼A-12 為什麼A-12 因為他說氣垂那個保證比不貴 然後 然後 為什麼 他比他貴不是要加嗎 貴不是要加嗎 先把文字換成算式啊 為什麼要先選 你就先把果汁 寫出新的一行 把果汁變成A 你怎麼把那行文字換成一個算式 果汁變成A啊 果汁是A嘛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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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後續也會提到的部分 就是把文字變成柿子 果汁比汽水貴十二 因為果汁是A嘛 A B 他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喔 就是B 當你看到B的時候 B 換成符號 它其實就叫做等於 沒有錯 B真的就叫做等於喔 比汽水貴 貴就是 加 所以 逐漸的把中文字變成符號 它會變成A 等於汽水加上十二元 所以汽水到底要怎麼算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等式的右邊有汽水加十二 你要讓它升汽水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誰給扣掉 加十二 那加十二要怎麼扣掉 兩邊都減十二 等量公里 欸 木球 繼續位 兩邊都減十二 我都幫你講這麼多人 加十二要怎麼扣掉 你右邊要只升汽水嘛 所以右邊的正十二怎麼辦 那是牌哪 你們扣掉 怎麼夠啊 寫出來 用你 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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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他上面就好 寫 然後咧 這個 要再氣 氣 氣又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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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好像先氣 你直接摸一摸 就跟我們班每天寫的布 他都會說 我這一次成績考得不是很好 然後明天要教成績單 然後他的第一個機 可以寫對第二個機寫錯 是一樣的意思 蛤 他可以在短短的一篇 聯絡部裡面 同時寫對的 機跟錯的機 什麼機 什麼機 成績 成績的機是什麼部 這是我機的機 蜜果 剛剛我們說 我也是 白痴 好 他有貸好了 我也要給他 對 阿肥 你要給小阿肥 對 進去啊 第二個 然後這個 一樣換 還要成績 他們台下的開草 小王奇 去旁邊 去旁邊 你現在氣不起來多少 犯人 犯人不不算 你以為你是小琢瓦琪嗎? 因為你是小琢瓦琪 B是 ED汽水 汽水是果汁加12元 汽水就會比果汁貴囉 B是汽水對不對 你把A差掉寫成果 B是汽水捏 你現在的市值就叫做 汽水比果汁貴12元 對嗎? 汽水比果汁怎樣 所以應該是 上面那 最上面那 一滴好久 奇怪了 大家怎樣可以阻止你講話 巴掌要迷起來 巴掌要迷起來他還會 嗯嗯嗯嗯嗯嗯 完全可以想像 巴掌阿你在幹嘛 巴掌阿你在幹嘛 蛤仔阿你在幹嘛 蛤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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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壓力連的尿出來就算了 掌聲鼓勵 因為我暫時也會選擇 然後玻璃連的尿出來 然後就能用得到一克十 所以18XX其實畫簡就是把中間的符號省略 那我講過可不可以選擇XXV18 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奇怪 要台上同學發揮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不可以選XXV18 因為要等於一顆十十 18x18不等於18x18 為什麼不可以化解 為什麼不可以解x18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嗎 不可以解x18 為什麼 不知道 很快 因為x18的話寫在算式裡面看起來很像什麼 x看起來跟什麼法很像 成嘛齁 所以很容易搞錯 所以我們習慣會把數字寫在前面 而且如果你看像第二題 第二題是誰寫的 我 好,第二題講完再來講 第一題掌聲鼓勵 第二題 是啊 呃... 負一分之一 xy 就是這個意思 嘿嘿嘿 有沒有,這是什麼 就那個 那個 任由的數乘以1還是那個 那個數 我舉例一下 假設23 那1還是23嗎 所以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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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話嗎 呵呵呵呵 下面就等於 負完 呵呵 喔,怎麼過了我寫負一嗎 重點是我比較好奇 為什麼他寫負一分之一 在幹嘛 吃飽太鹹了 這一題需要把它變分數嗎 沒有啊 而且他那個層寫這麼大啊 會不會撇錯 因為看起來太像一顆死人 不能寫負一歪嗎 也是可以 是吧 沒沒沒 不行他哥 可以寫負一歪嗎 為什麼不行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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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不會說我就換人說了 好換人 那有誰要幫他 那這樣班長是不能加分的 他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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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給老師看看 這個我交過了吧 有 所以你不會喔 會喔 為什麼不可以寫負意外 所以不可以寫負意外 所以不可以寫負意外 因為你來一五二五 不會 下一個誰會 誰知道為什麼不可以寫負意外的 我還記錯了 我也記錯 小老師為什麼 我要上去講 沒有啊這樣講就好 因為負意外的話 還能化解完全 什麼意思 講清楚一點 就是因為 一乘以跟核數都是 他還是一分分 所以那個一卻被寫負 所以不可以寫意外 阿為什麼 因為 二Y的話不會有問題嗎 二乘以外 二Y 而且二Y沒有辦法再化解 可是一乘以外 它會變成 Y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寫 一個Y 我們會直接寫 Y OK 尤其像是這一題 你看阿 這一題會更清楚喔 那個數字為什麼不能夠 寫在後面 如果你寫負意外的話 你要把數字寫在後面 它會變什麼 Y負咧 Y負 而且如果你把它寫負意外 你把數字寫後面 它會變成 Y負意外 那很明顯就會看成 Y-1 會出問題喔 好啦 掌聲鼓勵 第三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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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張神加兩對 張神啊 誰是叫阿 他誰 有 有錯 你到底打個藍隊 有錯 剛剛這個 所以 A 所以 變成 3.5 嗯 好 好啦 掌聲鼓勵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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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 應該就可以掌聲鼓勵 對話 上個題目是還有什麼好想 所以有人把題目寫成是掌聲鼓勵 第四題 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一定要變分數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本那裡有多愛分數 我們正主的時代喔 從第二題開始就給我一堆分數 人家跟你忍住你不滿意一定要把它變分數 多怪 需要變分數嗎 這一題 需要變分數嗎 這一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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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的 寫題目那個人,寫的就很辣喔 題目是你寫的嗎? 不是 題目是小老師寫的嗎? 你的成物不會太大了一點 不是我其他題目的X 他天心 盡量,程號還是寫小一點 比較不會搞混 而且那個到底是-23Y還是X 你要Y,你往Y比較貴皮 你要XXX要整齊 你做真的整齊,是在做什麼 不甘不萃 所以答案到底是多少 -23Y 大家掌聲鼓勵 -2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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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20秒接住這一句 x除以3就等於3分之1 就是3的倒數就等於3分之1 x除以3應該是寫成x乘以3分之1吧 你可以不要順便來先後交換嗎 因為有時候會出問題 x除以3分之1 然後把他倒過來就變成3分之1 x然後3分之1 就是1分之1 就可以給他撐進去 懂嗎 我為什麼要說都可以把他撐進去 所以應該是 x X除以3分之1 x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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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ms 詔 inconsistency 詞曲 這個1都可以給他省略掉 為什麼? 他為什麼符號不順便省略掉? 因為 他要X也順便省略掉 哈哈哈哈哈哈 他為什麼符號不可以省略掉? 因為 假如說你是 復一 復一 這個 好 加油 我還記得 對不對 不對 有沒有問題 你知道你錯吧 三分之五的倒數應該是五分之三 那為什麼你可以講得那麼遠 因為他以為沒有人在聽 其實大家也真的沒在聽 但是有在看 為什麼那裡兩個表現 太哥了 沒有 沒有 M字團 拜拜 169 大隻 大隻 我鞋蛙 為什麼你越來越是 好厲害 為什麼 18 不可以加2.9 為什麼 18 不可以加2.9 為什麼 18 不可以加2.9 變成20.9 Y 對啊 第二行為什麼不繼續寫 18 加2.9 為什麼不寫成20.9Y 答案不是20.9Y 2.9 2.9 他就是一個數字 然後他沒有後面沒有在一個 沒有在一個 他們兩個就不能在想 很好 掌聲鼓勵 第二題 還算清楚齁 你為什麼坐在那裡 對啊 不知道站那麼實效 我站完了 瀟灑 開始 再次 開始 開始 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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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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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裡 我上課這樣你沒感覺我是笑的 繼續啊 走那麼紅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下次上台這樣我就直接趕下去 要讓隊友的時間 沒那麼多時間給你 要講嗎還是不講 要趕快講 台下的廢後不要太多 讓他講完了 24加3X 當然啦這一題的正確單你可以這樣寫 不過我個人習慣 什麼會寫在前面 3X 所以如果你可以再把它寫成3X加24 可能會好一點沒有對錯 只是習慣問題 所以這題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把它寫成 3X加24 這是第二小題 掌聲鼓勵最後一個 該掌聲鼓勵的時候就是要掌聲鼓勵 練習一下掌聲鼓勵開始 好 阿媽我分進去的 阿媽我分進去的 阿媽我錄下來喔 阿媽我嘴型錄下來回去分析一下 好來開始 比X大6就是X加6 所以要連到X 所以比嘛 比就是等於對不對 等於X 阿大就是 加 所以那個會等於X加6 所以答案是X加6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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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 掌聲鼓勵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